上一戰才終止五連敗的富邦勇士 對上五連勝的台北達星 開賽洋將而Baron相當積極 三分球從湖頂位置 拖到底腳都沒問題 但蒙湖出閘 氣已失望 台版LBJ周一翔 從後場一路殺到前場上籃得笨 而且能理能外的前鋒林一輝 首截高效率拿下11分 拼著這兩位本土好手連線 達星取得25比17領先 本季團命中率突破五成的周一翔 不只前五 防不身防 外線也越來越有信心 跨下運球是但防守者 不關鍵拔起來出手for three 不只這一球 繞到底線同樣空心入網 上半場三分 三投 三中 拿下17分 率領球隊要到10分優勢 儘管副邦洋將Baron 前兩截20分表現不俗 但球隊發生多達16次失誤 成為落後最主要的原因 縱使一籃過後 副邦在柳生要連拿4分 還有林夢學快空雙手爆扣 成功追到各位數差距 但這股反撲力量沒有維持很久 因為周一翔今天沒有極限 連續兩擊三分彈懷疑顏色 達星就手握16分的雙位數優勢 手感火燙的他延續到決勝節 底線空檔 機會出來 沒有放過 第一時間還比出首勢將全場觀眾致敬 全場三分六投六中 勇奪全隊最高的30分 憑著周一翔高水準的表現 台北達星最遊戲80比66擊敗 副邦勇勢順利收下六臉勝 回來體育新聞綜合報導 哇